订阅关闪YouTube 即时文法 智慧对开 有些同修常年不开窍 做事情常常不带智慧心 交了又交 护持再护持 也都无动于衷 不见起色 久而久之 这样的同修 虽然有发心 想要来帮忙做佛事 但没有办法 真正将佛事圆满 反而造成团队的负担 其实上师应该要如何 引导这样的同修进步 才不会最后变成 无法真正建立功德 徒劳无功呢 有这样的同修 他有这样的缘分来佛门 也有这样的善根 想要学习做一点 佛事道物 来参加行善的行列 修行的行列 这都是很欢迎 也很随喜 每个人的业因果报 福德因缘不同 有的时候是 他的习气太重 跟团体一起做佛事的时候 他那个岗位常常会出问题 他的岗位出了问题 就影响别的人 甚至影响团队 有的是故意的 故意的当然比较少 故意的你也要察觉 他会这样 他会把佛事道物 不当一回事 不顾及团体的整体利益 没有思前想后 那你就不应该会把影响大众的 那个事情交给他 会影响众人 影响团体的 这应该是比较沉稳的人 就是对这个业因果报 前因后果 能够比较清楚了知 也愿意啊 指下承担负责任的人 有的人他了知 我这个岗位不好 我会影响团体 但他一样让他不好 他都不愿意指下承担 他也不愿意负起团体的责任 这样的人 你不要说他负团体的责任 这样的人 他对他自己都不负责 你已经看到他有这样人 性格上的这种缺点 还没有修好 难免 对不对 但你看到 就不应该让他担任要职 重要的佛师的岗位 不能交给他 所以有的人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那是什么呢 你这叫过时 我们在持戒 这个戒律啊 有的就是犯戒 有的叫过时 过时他怎么解释 过时就是该注意而不注意 产生的后果 这叫过时 这个地方你该注意 你不注意 杀生了 事后你有忏悔 那是没有犯戒 但是叫过时 这是这个地方该注意 你没有注意 犯了这个偷盗 所以有很多地方 他是需要 能够专注 包括刚才第一个提问 忏悔 忏悔很重要一个要点 就是专注 他什么专注呢 最主要是精神 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心 能够专注 我们忏悔这个要点 一直专注在上面 我们每天面对 很多的人事物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人事物 对不对 你都没有失去你这个忏悔要点 这叫专注 你现在忙这个 就忘掉这个 忘掉你忏悔的事情 想起来忏悔了两分钟 又忙别的 又忘记忏悔的事情 效果很差 你做这个佛式道物 如果要 该注意 而没注意 那就是他这样 就是 他有这样 个性上的 这个不圆满 这个在我们 这个忏悔王的仪鬼 曾经也教过 这什么样的人 很容易充分 金刚三面约界 就上漫的身口意 上漫的身口意 就是该专注 该注意 还不注意 专注有的时候 有点累的 对不对 大家都怕累 怕苦 但是你要专注这个主题 有的时候有点辛苦 内在会有点辛苦 但是内心的修行 对 我们内心的修行 它也影响到 我们的雨夜 还有深夜 它也是很值得 你这样去专注的 所以 你看看很多人 年纪的老大不小 老犯错 跟人家在一起 就是冒犯别人 就让人家不欢喜 而这样子 他觉得 他怎么这么倒霉 大家怎么都 一样的眼光看他 就是看错了 这就是他从小到大 都不面对自己的问题 就是 这种夜袭击中 动辄得救 很容易就是让人家不欢喜 很容易就冒犯别人 也就是你很容易 分分秒秒都在造罪造业 都在横劫厄缘 对不对 你看一个从小到大 脾气都很坏 小朋友脾气坏 大人会包含 读书的时候脾气坏 有人就觉得他以后长大就好了 出社会就好了 结果出社会了 已经是个大叔了 还脾气坏 他肯定要吃亏 他的很多的善缘 很多的机会 很多的福德都没有了 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都没有了 是不是 所以 就是像这样子 他来学佛 你应该要 珍惜这样的善缘 多护持他 多帮助他 更大会影响大局 毁损治他的功德 福报 你要不要让他在那个位置 也是护持他 你现在没有办法做这个 对不对 你看会放冲天炮 跟会发射火箭的 总是不一样的吧 你放放冲天炮 小心火烛还可以 你说你去发射火箭 还是不要了吧 对不对 你现在就不适合做那个 所以这同学说 有的就是 他的善慢的身口意 那还有一种是什么 福报 障重之辈 你明明知道 他有业障 十四九不成 十件事情 九件都不会成 你还让他去做重要的事 这不是找麻烦吗 你不是让他 有更多的罪孽产生吗 是不是 同学有没有看过 十四九不成的人 福气很薄 业障很重 他随便做随便错 老做老错 他自己都不要紧 也不会去改 也不会想 我怎么老错老错 我决定我一定要 改头换面 我绝对不要再犯错 我一定要做个 有作为的 他都不会这样 他不会有这种 心理想法 他总觉得 奇怪我又失败 怎么又做坏 他们怎么都在骂我 奇怪 我离他们远一点 永远都这样 保持距离最安全 你永远保持距离好了 你到中央山脉里去好了 那小动物都觉得你错 你躲哪里 对不对 所以你只想面对自己问题 他如果就是福气很薄 业障很重 或者障碍很重 你不要让他去做那种 比如说现在要去 办一个什么事情 他是需要有这个智慧 有灵机应变的善巧 或者需要一点口才 辩才 需要大家联系很圆满 你就是这个人 他头脑根本没有这么精致 没有这种能力的 你干嘛去让他担任 这么难的事情 他肯定要跟你出错的 他出错他不会看自己问题 他有他自己的理由见解 不是不是 我怎样怎样 他不看自己错误 那你就把自己错误 永远包着就好了 永远包着 那不是 这就是改掉一个错误 习气或者过失 你就有那个功 就有那个立他的德 那这个过失在你身上 习气在你身上 你就没有那个功 也不会有立众之德 所以你老不改的人 我就不信你多有功德 你老不改 这个也不改 这个也不改 你自己检查 你看你身上有什么功德 我们初学佛几年 讲这个功德 讲得好像虚无缥缈 这个人已经修了很多年 听经文法 持戒 发愿 行上已经很多年了 身上还看不到功德 你有问题 你有问题 是不是 点选右下角 订阅关一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 与直播通知 打赏